卓西湘一名两岁的苏姓女童 4月7号与三岁的姐姐在外公家庭院玩耍 因为不明原因掉进一旁高约100公分 且装满水的黄色水桶内 姐也看到大喊妹妹掉进水桶里了 竟然听到赶紧将女童拉起 但已无生命迹象送一不知 两岁苏姓女童 4月7号下午跟姐姐妈妈一起回外公家 疑似在庭院玩耍的时候 掉入水桶内 姐姐发现之后吓得赶紧跑去通知家人 家属获知将女童从水桶救出 并且通报消防队 左西湘立山村立山民宅附近的蓄水池通里 疑似有民众掉落而溺水 家属发现后将其救上自门前 立即向19报案并给予DDR急救措施 指挥中心接获报案后 立即派遣三名消防困队前往救援 现场有一名小儿患者呈现无意识 无息无脉搏情况 救护车到达由救护人员接手 持续给予急救处置提供 立即转送玉林农民院 详细发生原因在上调查栋 消防分队获报 左西湘立山村一处民宅 疑似有女童掉入水桶内溺水 三名消防分队赶往现场救援 发现溺水儿童已经被家人拉起 并由父亲施以CPR 但是已经没有呼吸信条跟意识 紧急送往玉林农民医院 抢救之后仍然不治 警方已经着手调查 事发经过来厘清女童掉入过程 记者高双双玉林卓西采访报道